娃娃金的開金,有本土的六類,然後活放百豪相光,又看到他土的六類 那引起就是大眾的懷疑,起疑 所以弥勒菩薩代表大眾就是請問,請問是到底是要演大金還是要授記? 那今天我們開始文殊菩薩來回答 文有一點長,結論可能有一點難度 所以,我們盡快來看,來看從第六節 第六節,文書四牆,有沒有 這一件講完會有一個記子,所以你不用緊張 講完會做一個記子,整個你大概就清楚 本來這裡面,注釋裡面的七十四頁 七十四頁的兩個,一個四弟,一個十二因緣 二十三跟二十五,我們在本文裡面 碰到再來特別講一下四弟,那很重要的喔 這四弟跟十二因緣,OK 那現在就是我們從七十五頁開始 七十五頁,因為前面已經講過了 我黑質的部分,我就把它,就直接要讀白質 白的地方,七十五頁白質的地方喔 耳時就此時,因為弥勒菩薩都已經請問了嘛 他自己也想,到底是要演大法還是要受祭 那現在的話,就這個時候 文書四弟就告訴弥勒菩薩,然後大菩薩 及眾多的大士,大士也是菩薩 眾多的菩薩,那這邊,然後善男子們 如果的思維蠢度,就是我自己想,我自己推量的話 現在世尊晃光獻銳,準備產說最盛的大法 普降大法語,普降大法語 普降大法語就是那個羽花銳有沒有 他有那個花,那個降下那個白蓮花,紅蓮花 這就羽花銳,降大法語 吹響大法羅,大法羅的話,因為為什麼大法羅 大法羅的話就是地的震動 地的震動就是大法羅 那孟吉大法谷就是晃光,就是晃光銳 所以這個,普降大法語是羽花銳 吹響大法羅是地動銳,孟吉大法谷是晃光銳 然後要開眼大法,他是這樣給他回答 普降大法語的話是羽花銳 就是紅蓮花、白蓮花,那個地有不是有六種震動嗎 那就吹響大法羅 那個孟吉大法谷的話就是晃光銳,就是整個裡面 好,那就第一段就是這樣 整個裡面翻過來,76頁 善男子們,我於過去諸活的處所 現在是文書菩薩在講 善男子們,我於過去諸活的處所 曾親見相同的銳像 活晃眉間白毫光芒後 接著就演說大法 因此我可以推之 現在活晃眉間白毫的光後 也是如此 諸活的本懷,想教眾生 想教眾生 都能聞之一切世間 深妙難以德性的大法 所以才現這等的祥瑞 在下面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善男子 就如過去無量劫前 當時有一尊活 浩日夜登明 具有十種德行 他現在跑出十個德行來 就是 如來應共正面之之 善日世間解無喪日 調一張天人之 活世尊 你把它分起來 有十一個也可以 十個也可以 但是一般的各個經裡面 都把它歸成十個 歸成十個的時候 就佛世尊兩個把它連在一起用 現在我們因為第一次出現 所以我們要把十個的話 要稍微做一個解釋 那什麼叫做如來呢 如來就是不去不來 藏在每個人的心中 換句話講 靖剛心講 如來者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是正得究竟普遞 體現實相無相的聖者 他就如來 如來的話就在我們的身邊 他沒有來沒有去 就整個裡面 第一個如來 什麼叫應共呢 應共就是堪受人天尊敬與供養者 應共的話就是說 你到達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那你的話就要接受人天的供養 就是你達到這種德行 你就有這種德行 可以接受別人跟你共用 那正編之就是正冷正絕 那上面可能在前面可能 會一個一個解釋會比較清楚 那你回去再看一下 就七十三頁 七十三頁的那個解釋 第十 七十三 第十到第十八 那就是佛 只有佛世尊沒有解釋 其他的話 這八個都在這個地方 什麼叫如來 什麼應共 那整個裡面都 這個地方都有 都有詳細的解釋 那再翻回來 正片之 就是正冷正絕 一個是法的 一個是人的 民行族 就是學識跟行為圓滿俱足的人 這個叫做民行族 善事的話 就如實的到彼岸去 不會再退沒生死輪迴 換句話講 就已經超越六 就不再生死輪迴 超越六度 這個才能夠叫善事 這個地方完完全全都乾乾淨淨 到那邊去 無疑涅槃去了 以及已經得到究竟涅槃的禁地 究竟涅槃就無疑涅的涅槃 就完全完完全全的很乾淨的 就到對方去 沒有疑涅的 那世間解的話 看這個字可以了解 洞悉世間無所不竭的 世間的所有的東西 他都能夠通測了達 無喪事就沒有人比他更高 人中最盛 無有過之者 所以我們有人稱無喪事 就是那個無喪事 也就是這個意思 他認為是在已經在人 什麼都在上面去了 無喪事就已經最高 所以有人 人家這個是活的尊號裡面 是一個無喪事 結果有人稱無喪事 那更事的話 又在事的上面去了 所以就是筆文字的造化 調育丈夫 就是能夠調節一切可渡的丈夫 女子使路修道的 所以都能夠調節 都能夠整個都可以抓 那天人師就是天 天就是神 人就是說佛世界 天人這樣用的時候 就是天就是神 天神天神 人的話就是我們說佛世界的人類 所以天跟人的導師 那佛這佛世尊 這兩個可以合起來 就十個 佛就自覺覺他 說絕情圓滿的人就佛 世尊的話就是世間跟初世間 人天所共農尊養的 所以他稱為世尊 所以稱為世尊 所以自如來自世尊 這次活的十號 在這個十號到底下受聚的時候 每個的成活的人都有這聚主這十個 這等於他的德行 具備這種德行 有的時候在簡稱的時候他只有三個 就你等一下可能會出現 只有三個 一般的話如果要詳細寫大概都有這十個 十個的話 所以大理上一出現一尊活 所以給你受聚你可以稱活 他大概就給你 就具備這十種 大理上如果你讀得多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 如來應供正面之 民運族善事 世間解無善事 條一彰呼天人師 佛世尊十個 整個裡面這個就這樣 下面的話就不再說了 演說正法 無論初期 中期 後期的宣講 都能夠協調 協調得非常完善 所說的 異理 寄生 節遠 言語的話非常精巧 微妙 純衣無雜 具足 清淨 清淨 潔白的那個 泛型的教像 那個 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阿申其節 一句的話 其中無量 無量是形容 數量的沒有辦法算計 無邊的話就是很大 沒有廣大 沒有邊際 不可思議 也就是說 原理的那個很深妙 或是的旗 不可以用心思 也不可以用原意 阿申其也是 也是無量 無邊 多的不可了 節也是一個 沒有辦法用常識節來表達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疊 形容詞的重疊性 簡單的講就是無量節 前面的話都一直形容 無量就是量很大 無邊的話就沒有邊際 不可思議的話就沒有心思 心思不可到達 那阿申其也是很長 所以節也是很長 這些都在形容一個大的 大的東西 換句話講都是無量 沒有邊際 下面的話 77的那個 你要這三郎要勾起來 就是說你自己 以後你是要走哪條路 你看那黑字的地方 為求生文者說應四地法 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那生文的人 是他的主修是有四地法 就四地法 這個是沒有那個 這個要記得 為求必知活者 如果走圓絕路的話 縮應十二因緣法 那就是他無私自通的人 在十二因緣 從十二因緣裡面 因為十二因緣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十二因緣裡面 為諸菩薩 如果是要走菩薩道的人 就為諸菩薩 縮應六菠羅蜜 整個裡面 這個三個分 有的法師把它註解成 初善 中善 後善 初善 聖文就是初善 緣絕就是中善 菩薩就後善 當然這都解釋得通 解釋得通 你這樣的話 玩文字 或玩生意的時候 都可以通 這三個裡面 我跟各位談過 這三個的話 地基都是相同的 聖文 緣絕跟菩薩 地基都是相同的 我太常唸 我就是不想寫 不想寫 因為聖文 雖然我們始法界是這樣排 佛菩薩 緣絕 聖文是這樣排 但是的話 這三個裡面 聖文 我們這是陸地 那這三個都是聖人 都是陸地的 聖文的話 是這樣上去 他分四聖 虛陀安 師陀安 阿諾安 阿羅漢 緣絕的話 緣絕是無師自通的 所以緣絕這三個裡面 他是很奇特的 緣絕的話 他也是從初曆開始 他可以通到佛這邊 所以緣絕 因為你們這班已經 進入一定的不需要 有的時候 我常班又要開始從頭講起 那個緣絕 如果是司法界裡面 緣絕是寫在外頭的 他有緣絕 緣絕 聲文 緣絕 緣絕那個 這個是有聖文緣絕 然後有菩薩緣絕 有佛緣絕 那佛緣絕 你如果對佛緣絕不清楚 我常常舉例子 你那個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就王云武就是 但你可以舉他例子 你看他的王云武的話 他學歷是沒有 就小潔畢業 但是他可以教博士班 因為他是無師自通 他到一定境界 所以緣絕的話 他不受體制的限制 他可以爬到菩薩上面 可以爬到佛的上面 嚴格講菩薩的話 還沒有佛 菩薩上面的 你至少知道實地 實地就是法云地 上面等絕是比 等絕的話 就稍微跟佛是相等的 那妙絕就是跟佛的境界是一樣的 所以等絕妙絕是 菩薩是沒有到上頭去的 因為這上頭 最上 最差一點點 那個佛的地方 元絕可以到達佛 菩薩的話 只到達法雲而已 上面沒有 所以你看這高度 他們地基是相同的 但是高度裡面 因為元絕佛是很少的 所以排的時候就是 佛 菩薩 元絕 身文 這是為了說明的方便 為了說明的方便 你知道他們立基都是相同的 學的方法不相同 這個學式地 什麼叫式地要弄清楚 這是元絕的話 因為他是無私自通 所以他會元絕跟獨絕 他無私自通的話 他可以衝到很上面去 一個衝到佛 這個衝到佛是什麼 因為他有缺 因為他是不度式的 他的佛就比較 他雖然到達佛地去 他這些人都靠自己 靠自己 他沒有絕廣大的眾生源 這菩薩是走大眾上面去的 所以一到菩薩的時候 一旦到了法雲地的時候 上面的話等絕 他就到八地 一般來講比較嚴格 八地就不退了 就不退 就一直往上了 八地的話即使沒有前進 就等九地 等十地 十地的話那邊的話 再一個 等到活著一個加持 就等絕 妙絕就上去了 所以八地就已經不退了 有的人講比較寬鬆 是從初地 初地的話跟錄音之謎 嚴格講初地的話 在一輪迴的時候 他有錄音之謎 要經過修持之後 他才能夠慢慢的回復 八地的人不一樣 八地的人他很快的來 他很快的回復 這三個裡面 這三個很重要都 你要走這條 走這條 走這條 都沒有錯 不要分高梯 不要分高梯 沒有因為他修行的法門不相同 你不要分高梯 這個是四地 這十二音源 這是六度 六度 底下他都相同的 所以在排的時候 因為我們為了說教的方便 排的時候當然是 佛當然是在上面 把菩薩排在 因為菩薩是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要回 這兩個下面 這個是非常少數 這兩個一定要回小 然後才能向大 他才能夠往上去 普通的話 這因為他在 他上頭都讀到了 他就那個四果裡面 整個裡面會讀到 這個也不是這麼短的 他還在往上 你上面不要去比較他 立基是 立基是一樣的 因為你走的路 寬宅不一樣 學的方法不一樣 學的不一樣 你這個原覺 所以不能沒有基礎 就跑去原覺路 你一定要有基礎 所以一般 你看那個小聖教 小聖教 尤其在東南亞的小聖教 一定有跟著民師 跟著民師學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就是他已經見到 正道他是沒有辦法 正道的話 他就跑到聖山裡面去 就跑到聖山裡面去 所以的話 他是有基礎的 你不要說我走原覺路 我什麼都不多 你就靠十二因緣 你就一生的 十二因緣就是你的形象 你就能夠 因為你沒有基礎 你到那邊悟 所以你看那虛雲法師有沒有 虛雲法師的時候 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跑到聖山裡面去 不是也沒有很遠 在屁著人淵的話 你看他剛開始的話 他是不穿衣服 不穿褲子的勒 他是樓體的 過著像那個 野蠻人的生活一樣 後來他就碰到哪個法師 跟他講你那個是 你這樣學的話 學的話 你沒有辦法進大道 那你只衝其量 你也是一個 只是一個一個 那個小小果 你沒有辦法上來的 因為你沒有基礎 你就跑出去 你以為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吃 那沒有辦法 你一定 這個一定 你不要聽說 老師一講 讀絕就是不可思有 你就說一個 你就開始買去 那是你基礎很深 你可能上輩子 你剛剛一做 給你做到你上輩子 整個裡面 看活性 那沒有辦法 你整個基礎要弄起來 然後到 到深山裡面 劍道後面的正道 劍道後面正道 是實際變成你的 劍道的話 是你可能從外面 弄進來的 那正道的話 那些東西才能夠變你的 就是這樣 你剛剛才禮異 什麼東西你都會讀 那些讀的東西 不一定是你的 很多東西不一定 你一定要正道之後 那些東西就這樣過去 就剩下一個一個 一個波羅 一個一個一個葉 兩個回去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黏著你的 要把那些東西要變回來 所以這四句 這三行你要 你要弄起來喔 下次如果有看到 我在跟各位特別講 四席十二音樂 十二音樂 怎麼那些喔 好來看下面 這三種不同的法門喔 但是他們的話 都能夠另得 阿諾多羅三秒三補提 成 如果是都上面的話 就成一些種字 就佛了 那就成活了 所以看白子 如果有人要求 要求得成聖文國者 就應他的要求 而為他說 知苦 斷疾 正滅 修道的四帝法 一度生老病死之苦 得到涅槃禁地 如果要成就 必知火果的人 緣走緣絕路人 就應他的要求 而說 跟他講 無明緣行 行緣事 事緣明社 明社的話 明你看 社就是明的話 就是心嘛 那社的話 就有 一個是有心 一個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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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相 背來這 社就是相嘛 明社緣六路 六路緣處 處緣壽 受緣愛 愛緣取 取緣有 有緣生 生緣老死 的十二因緣法 十二因緣裡面有正十二因緣喔 可能後面會 會講 有正生十二因緣 有膩的十二因緣 正的十二因緣 你大概就這樣進去 只有要 但是你也不要怕正的十二因緣 只要你能夠這十二因緣裡面 一個十二環給你破掉一環 破掉一環 你就出去 問題是你自己十二環裡面 你沒有辦法了 你講一個有 有你就破不了有 有給你破完 那十二因緣 他就不會贏喔 你就已經出錯掉 你有的話 有什麼 你有就是我有攤 有攤你就根本就處理不了 你就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循環裡面 那個你 你東西 你都一直 不管你走逆走 有的人修飾走 走逆比較好 因為你要破不了那個環節 所以整個裡面 會那個 至於說 至於上面的四弟 四弟講就是要你出離心 四弟很簡單的就是要出離心 所以講了很多 到了第二章裡面 會有很多男子 那講來講去 他為什麼那麼多心靈 就三一男娘 讓你覺得這個說婆世界是很苦的 是無常的 是什麼的 是很快速的 是哪些東西 叫你有生出出離心 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成就大道 你如果沒有出離心 在這個地方 在虛活的人 他老認為你 你就膽膽 跟說婆世界人弄在一起 你就沒有 你就根本 你還覺得這個地方非常完美 你連捨都捨不開 四弟就告 所以你要知谷 知谷裡面跟你講 有四谷 有八谷 很多谷一直在那邊 就讓你去看破這些東西 你才會怎麼進去 那歸來 那大道的話 我們大概坐在法堂裡面 大概都知道那個六度 那什麼叫菩薩 未行菩薩道的那個大根器的人 未因他說 布施持戒忍路 精進禪令 波羅六波羅蜜 使他們正德無上正冷正絕 然後就能夠動達一切種子 你看那個菩薩的話 雖然講 講那個跟你講六度 好像不斷弄的樣子 黏十幾 布施持戒忍路 精進禪令 波羅誰波羅 念來念去就念 金剛經也跟你講 金剛經講了 從頭講到五千多個字 講了十一世的布施 講了三次的那個忍路 問題的話 哪有那布施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的 那布施的話 你講過台銘他布施很多錢 你看他信心念念也還是念著他的布施 哪哪裡會 哪一個人布施會 他那幾百億的都可以布施出去 但是布施他還是那個像 還是沒有辦法可以弄得掉 沒有那麼簡單 講起來都很簡單 但是真的要做到沒有那麼簡單 就講一個布施就很難了 我過來的話 現在的話 就是佛佛道童 下面這段的話 就佛佛道童 我們就擺黑子 不看了 上面這雖然就有三行之 你要去慢慢去摸他 你要去摸 你要走 身紋的話 你要把四地 要把它弄清楚 你走元節 十二應元 要把它摸清楚 六道的話 大體上你都一天到晚 都是布施 直接忍路 都都那個 好像看起來很簡單 問題的話 要一個一個 要伸進去的話 哪有那麼簡單 你看那個釋迦摩尼話 人家講的裡面 講那個忍路 還有五百世做忍路先人 一個到這麼高境界的人 他是五百 後來我們就 對這五百世我們是有懷疑的 五百世到底是 因為的話 那個地方溢出來的時候 五百世到底是地名還是時間 如果以釋迦摩尼話來講的話 他經過五百世 五百世就五百世了 五百世 五百世以上 人家就阿彌陀佛去了 他已經漢官的境界 就要五百世 我們現在不是阿彌陀佛 我們再加一個人 就好 我們變五千世 我們就變五千世 所以對那五百世 我們在當時讀的時候 你看那個羽 義的時候 那個地方再加羽五百世 那個羽的話 那個字有沒有 你在讀青鋼經 你回去看喔 羽五百世做忍路先人 那個羽子你要特別小心 羽的時候 原稿不知道會為什麼 我們不見 因為五百世就不應該出現這個羽子 羽是地方阿 我五百世做忍路先人 可以 這個羽子不要 那魚 但是有五百世這個地方阿 這又是一個整個裡面 這次你不要被蚊子搞 就是說換句話講 要修忍路度 是要很長的時間的 你把五百世就把它當做很長時間的 或者怎樣 都可以 不要被蚊子說五百世就會五百世 因為五百世對我們來講 尤其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 一個是時間的面向 一個是究竟的面向 在時間面向裡面 五百世是很長的 這樣只會說 來 你看安世高來 他悟到的時候 來 他就到一定 他又回去 他因為他覺得這樣比較快 他把自己生命一爆掉 就會比較快 對我們一個沒有學到 就是一個不動地的人 那你五百世的話 哪五百世有那麼快呢 那五百世是很長的 所以這裡面各位的話就看 整個 好 那現在的話就看看 下面就講時間的面向 或者時間的向度 南的話就是我們一直都活在歷史的向度裡面 但是我們要找的是 我們要學習的是究竟的向度 究竟的 我們活在歷史的面向 但是我們要學的是究竟的向度 從這個地方開始 開始的話就是在講 從時間然後切到那個究竟 你看這個這裡面下面 後來又有佛陀出世 號稱也是 稱號也是日夜燈明 日夜燈明你講這個法 現在他也去日夜燈明 接續又有佛陀出世 也是叫做日夜燈明 這樣登登相傳 到了第二 兩萬尊的時候 翻過來 兩萬尊佛都是同一個名 都是同一個名號 大家都叫做日夜燈明 一個出世 還有一個 大家都日夜燈明一直傳下去 不但同名 還同姓 叫做菠蘿多 彌勒啊 你應該知道 從最初的那尊佛 傳遞到兩萬尊的那個佛 都是同一個名號 都叫做日夜燈明 同時有十個號 如來應共正面之民主 三十四人節 無上事 條一帳戶 天人師 佛等十個名號 都是巨族的 這兩萬尊佛所說的話 也都是初中後三十 就是整個裡面 初十中後十 都是巨善的 過來他講歷史故事 他講當時的故事 最後一尊日夜燈明佛 兩萬尊 一萬九千九百九的時候 那最後一尊就是 也是日夜燈明佛 他未出家的時候 他生了八個王子 一個 這八個王子 一個叫做有義 一名有義 第二個叫善義 第三無量義 第四個保義 第五個真義 第六個初一義 第七個響義 第八個法義 這八位王子皆具有 威以德行 得大自在 各自治理四天下 就是長理國家 這八位王子 聽聞父親出家 正德無上正冷正絕 也都捨棄 他們自己的地位跟 匣圖 也隨著他父親出家 然後並且發普提心 要求大聖道 時常在休息與清淨的犯行 他們都 這八王都成為法師 因為這八王子一過去是 已經在千千萬萬的佛那裡 那個種植 種植種善本因的緣故吧 那道生法是這樣講 有八子 所以旁出八子者有二義 有兩種意義 第一個是以正文書是藍燈之火 藍燈又是世家之火 以正文書是藍燈的師父 藍燈又是世家的師父 季耳的話 那文書發言其有謬呼 二者的話 逆為長壽開劍目 就是時間向度 他要開一個一個一個廣的地方 廣的地方 這個進道生法是在讀這段的時候 他給他下降 這樣的一個意義 好下面再下面一段 這個時候日夜燈明火演說大聲音 日夜燈明火出現就是古火 你就知道兩萬尊喔 兩萬尊日夜燈明火喔 然後最尾巴 最後那尊火在演說大聖經 明就是 今明就無量義 就教導菩薩的法門 也是諸佛自所正德 上面的話 我告訴各位 那個明無量義 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這無量義的全名是這樣 那法華經也是這樣 明廟法連華經 明廟法連華經 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如果連著下來 也是法華經的全名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分開來 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他是教菩薩的法門 也是諸佛自所正德 共同守護以關注的 活說 活在說完無量義經 就於大眾中 那下面的話 我就沒有關係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去對 對那個四十五頁 你翻回來四十五頁 第一版的時候 我還是照樣都把它 一直把它翻下來 一直翻下來 結果是你看到四十五頁 四十五頁的地方 四十五頁 黑字的第二段 活說此經已 結家乎坐 入於無量義住三妹 一直到六種震動 你把它讀一下 這兩個都一字不差 如果再把它換一次 當然也可以 如果為了節省時間 就是從 於大眾中 然後結家乎坐 入於無量義住三妹 身心不動 四十天一曼陀羅花 謀兒曼陀羅花 曼蘇沙 謀兒曼蘇沙 而善活 而活上及諸大眾 土活世界六種震動 兩個 是一字不差的 所以的話 你就翻回去 五十六個字 你 這邊有五十六個字 跟第二章 第二節 第二段的文字相同的 你就翻回前面去看 OK 就不要白蓮花 又紅蓮花 又再讀一遍 在這個地方 你整個 你就怎麼搜射這種東西 OK 那下一段 下一段的話 耳詩就是黑字裡面 上段文字 這就 下面這段 那個段文的文字 我五十六個字 是跟前面已經講過的 那現在耳詩會中 筆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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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 一直到 一心觀活這個地方 這是跟四十頁 一句跟第二 第二節 第三段 四十頁 你翻回Si十頁 所以我們就不在講 你看 翻回四十頁 四十頁 四十頁是經文的地方 有沒有 四十頁的第二段 耳詩會中比 区 你這樣看有沒有 Women 給他加了一個等 你加一個等字 有沒有 因為這後面的話 有一個第三行 轉輪勝王等 他加一个等 这段的话没有等 两边的文字是一样的 一到一星观我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这段的话 你就看前面那段就可以 看前面那个解释就可以 所以这里有一段 然后大概还有五十六个字 跟前头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有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谈的话 你的话自己 我跟你讲 你那个有的时候是广度 你广度 你要广度要看 你读书的时候有广度 广度就是你一个法 你按到哪个地方去 一个门再一个祸 那个你要到达那种境界去 整个人这样可以搜射这种东西 你不能打过就不会去 到后面搜射的时候 是要广度搜射回来 读书就这样弄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是看第二节的第二段 第二节的第三段 接近是相同的 这节的话我们就 常行文的话就很怪 常行文还有一节 常行文好像还有一节 常行文还有一节 下面的话我们介绍就是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里面就是 那个华言三圣里面的文 文书菩萨他是七我自私 他也是那个 那个华言三圣里面的 就的那个一树大菩萨 来文书菩萨就是文书师利 就曼书师利简称文书 圣于古印度的社会国 婆罗门总姓 互姓叫做范德 是一位著名的长者 相传文书出生的时候 满是光明 地勇七真 甘露银庭而且诞生就位说话 据三十二相八十宗好 与释迦摩尼佛一样的殊胜 文书及智慧辩才第一 是佛陀所有菩萨 弟子中的上手 所以又称文书师利法王子 他风尘仆仆 四处宣讲 精神饱满 投身社会 自立立他 文书菩萨 不必自家活 然后赶化 几多小圣弟子 回小向大 这很多故事 那个文书 藏剑什么的话 那非常多故事 回小向大 譬如有五百比丘 得宿命托 为得无身华人 各见 翻过来 各见的话 述是重罪 于智内心的话 常自怀疑 对于身华 不能得路 文书为教导 这些比丘 就仗见逼活 说文书 停止 停止 无必被八三 你就与减在地 去逼活 无必被八三 我被害 随害 随害无 五百比丘 这样做清楚 你看文书菩萨 这样去逼活 所以五百比丘就经上 顿时就自无本心 疗法如梦 接得法忍 又如 这就是藏剑逼活的故事 他这样的话 让五百比丘 都能够看到自己的本性 又如文书先讲空意的时候 说不用建火 不用求法 当时有两百比丘 以为错乱 以为他是错乱说 大家都退息 准备回去的时候 文书就把中途就化大火 这些人不能回去 比丘 玉以神族 因为这些都已经有一定的境界 比如玉以神族徽月 上见铁网 暗电就不能滚 回事其言途中的时候 却遍不清廉 两百比丘 走投无路 只得回头 铁白丧琴 火告出比丘 火内 内火未尽 你里面心白火的火 没尽 欲渡外火 无有是处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自己内心众生都没有办法可以渡 你想看外面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 就内火未尽 欲渡外火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眼睛都向外看渡 里面自己的众生 所以谈六祖谈经的时候 告诉你他的众生的解释 你看那个极度心 那什么什么的心 都是众生 他就看你内火 都没有办法渡 你要想渡外火的话 无有是处 如诸笔丘的话 罪在剑网 如果欲渡铁网 无有 义无有是处 你就剑都没有办法可以破 你要渡那铁网 此之爱剑的话 无所从来 义无所至 从妄想生 无我 那个无我所 两百笔就听了 佛的教导 他这样里面 他讲一样 不用 不用建火 也不用求法 他这样把它搅拌 让他不可以 把他搅拌 你里面 内火都没有消 你一直想消外火 就跟他讲 让这些人 的话 一下就听得 就换句话讲 就破了我 破了一个我 就可以 猪肉 进 进 那维谋节 居士的话 他这个是讲维谋节经 指派聚也去探病 各个都有难处 最后推维谋节 去看 去见见那个文殊菩萨 他以维谋大事的话 谈不二之法 许多经典中 常称文殊为导师 可见他在活头地子中的地位 活头文殊菩萨 跟普贤菩萨 合成怀言三圣 文殊是释迦摩尼佛的 左斜是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合成四大菩萨 分别代表大智 大悲 大行 跟大愿 就很多 你几个几个 就要去 文殊菩萨的塑像 他都指金刚宝剑 最主要是他做 你要从座题看 断一切众生的烦恼 所以你看这样 直见断烦恼的 就是文殊 然后他的座题是什么 座题是狮子 你看做大象的 普贤 普贤 所以你看 你看 等一下 所以守仁言三昧金这样讲 龙肿善王如来 这组文殊菩萨 龙肿善王如来 然后所以他是道价 他早就成活的 就现在的文殊 无量皆见 文殊遭以成活 成为弃活之师 道价之堂 救度众生 保障陀罗尼金这样讲 活灭度后 于南三部洲 东北方 国民震旦 其实这组是 公安地带了 在我们的中土 其中有三名 无顶 无顶山 文殊同志 游饮居住 于众说法 此无顶山 就是现在的山西五台山 所以很多人 你看看那个 那个什么行者里面 道要去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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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菩萨 整个在山上 这故事非常多 故事非常多 都看到 你要有心见 文殊是见不到的 都无心 无心在那个地方 明汉帝时 佛法出来 那个 那个 主法兰 以天眼通 遇见文殊 他 观见文殊菩萨 注意五台 至此 五台山就是 文殊菩萨的 那个道长圣地 文殊菩萨故事非常多 因为他 他在整个里面 尤其在 五台山的 那个很多人 包括修行的人 你叫他说 虚云到五台去做什么 就是要 一一 就是要 阅文殊 阅文殊 看的话 你看前三三 后三三 那个 故事都非常多 文殊的话 文殊在前的话 他也不知道 你都没有 没有那个缘分 就是没有那个缘分 整个里面 所以这个新进的 那个 那个 新参加的 那个 我们跟各位讲 你年纪越大 所念我法门的时候 佛非常多 整个里面 可能你也念 不一定很多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的话 你看 南无本之释迦摩尼佛 就是你的中尊 南无本之释迦摩尼佛 南无药师佛 就是你看 因为一生 大概都有病痛 所以的话 要希望药师 皈依药师佛 然后病痛会少一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三尊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该要去世佣世 给他 佛三尊 南无本释迦摩尼佛 南无药师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三个 下面的话 南无文殊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 一个一个 那 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 就花言三圣 希望你能够达到 花言的境界去 南无文殊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 再一个一个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士之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士之菩萨 那是世风三圣 OK 下一层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士之菩萨 就下一层 因为怕你自己的话 很多亲戚朋友 都到地域里面 就南无地藏王菩萨 够一个王 南无地藏王菩萨 希望大家的话 都是跟着未来活 因为活运会一直过去 所以很多修行很好的人 都希望他都到多帅内宴去 多帅内宴去的话 就是弥勒菩萨 所以你如果要到那个地方去 要看一点为事 不然为事都不懂的时候 弥勒菩萨都在讲为事 你现在去那里 你就没有办法在那道 为事里面 所以的话你就 南无地四层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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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层的话 就南无一切贤胜者 整个你的心 你在坐车 坐什么的话 你没有带佛心 带什么 你自己要一心 把自己心心下来 你就用念我法门进去 你转很快吧 就南无本世家 摩尼摩 南无药师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温书菩萨 南无普贤 南无观世音 南无大师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个你就心转心转 那转的话 越转会越快 心转会越快 所以你有了 你有的时候 人家在讲 哎哟 心经多少次 人家心经是转得很快 你坐在那边 人家心经一转一轮 你都还不知道 你在心经两百六十个字 你还在一个一个在 观世在菩萨 人家心 那个心是转得很快 人家整个心 整个心就是心经 你还在心经 还在外头的心经 OK 修行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变成你的东西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在站那个地方 因为这般 你一直在那边 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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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就是旁观者 你根本都进不了你那个东西 所以我在讲东西 你要能够进得来 好 那下面一个 这节就这样玩 要进 银骨正经 银骨正经里面 这里面的话 只有一个比较难 就是你大概 如果你不是常跟着 听我讲经 那个益 古时候的技术单位 十益称为 十万称为益 你可能跟你的想法 都不相同 十万就是益 OK 因为古时候 在唐之前的话 都是十经位 都是十经位 各十百千万 没有万 没有十万 没有百万 没有千万 就是万就上益 十个万 就是益 就是益 那就这样了 那十益的话 十个万 就是益 OK 所以有的法师 我跟这个这样 有的法师好忙 他在那边 记 佛金里面 那我欢迎了 他在那好忙 在那边计算数字 计算数字 你的基本就不对 我在讲 今天可能会比较详细 跟各位讲 因为这有 到后面有 到后面会出现 出现一个 这个数字的 当时汉朝之前 数字的最大 就是这个单位 已经快 后面会出现 十四个数字 最大就是这个单位 就宰字 当时汉之前 这个是我们计数 最大的单位 不是年 不是年 你看 下面的话 因为该有什么 我就因为还没有 到那个地方 你看各位 十位 百位 各十百千万 一 少 这样 这是十嘛 这个是你了解的 这个十个十是百 你也了解 四个百是千 你也了解的 但是十个千 是万 你大概也了解 这个的话 是十个万 这就跟我们的观念 就不一样了 汉朝 因为他当时的数字 不需要这么大 这后面的人 后面的人百千 先是后面的后四加上去的 这个也是后面 也是后面加上去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们看 你说观光 观光八串 九串 我们一尺的话 一尺 我们现在一尺 三十三公分 但是早期的一尺 就二十几公分 二十三公分的样子 二十二十几公分 所以你看 他说观光 如果八串 九串 你看看 如果说八串 就好 八串 你看看 他两百 三百 两百六十四公分耶 两百六十四公分 三十四公分 就非常高 如果是八尺的话 二十三公分的话 就是那当时的人 那当时的人 一当一百八十四 已经很高了 已经很高了 所以观光 就是这样 你那个单位 随着时间演变 单位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不要被拘束住了 不要被拘束住了 我为了这个 我在中央图书馆 搞了两 不知道搞多久 因为刚好中央图书馆的那个馆 那个馆长是我很熟的 他叫了人家帮我忙 我就把历史上的那个 有一部巾 现在也散失掉了 有一部巾 叫做算巾 这部巾也已经散失掉了 不全 我会抓很多 所以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 命相学会的理事长 他出了一本那个 通书 很大本的 我有时候我就给他 人家来看 我这一天我就跟他 打电话 跟他说 你实在好了不起 因为你那个地方 你有一个地方写对 那个叫封俗通 抱歉 他不知道在 因为他们在通书里面 他引了这个 封俗通 他引了这个 这个单位 引了十四个 他不知道意义 他引了十四个 我跟他讲你了不起 那三弄四弄 这个你有引到 你们要看 我有把它留下来 那个后来我去看 那个命相学会的理事长 我真的讲 哎呦你了不起 你这个的话 他录下来 有录 录那个 因为这里面后面还有 该啦 有什么这个该 最后一个字就是这个 我没有全部记 因为那已经没有用了 那就像 我们等一下 好像在就叫法华 里面谈到 那以前的那个什么 杜亮恒的单位 杜亮恒的单位 你学那个干什么 那印度都已经不用了 你还在 花好多时间在学那个东西 那是冤枉的 那是冤枉的 你知道吗 你很多很有时间 没有关系 你就去读那个 那你就看一看看一看 你再问我 我也不觉得 当时因为当法师 就是一定要去搞这个 所以就把那个弄 那也是名堂一大堆 那也不是那么简单 你把它想通 所以我在现在 我觉得非常配合很多的人 因为的话 印度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 你学那个杜亮恒 那你如果学好以后 你到印 不要讲说中土没有用 到印度去也没有人懂那些东西 所以这时间的那已经 你看现在我们讲的 这个杜亮恒的单位 那汉朝前的杜亮恒 跟现在都不一样了 那你一定用现在的观念 去算以前的东西 那一定算 那怎么会有办法算对呢 你一定算 那没有办法算对的 OK 好 就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来过来 下面的话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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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先看那个 上黑字的 20亿 那你如果很认真再看 20亿 那你看下面的话 约有200万不上 20亿啊老师 你在主哪个亿 哪个欢迎做200万不上 因为当时的话 他就没有 你知道吗 一亿的话就 十万就是一亿啊 所以的话 你的20亿的话 那就是差不多200万而已啊 OK 那就这样 不是预错的喔 我这是到当时的 那个 到当时那个单位来算的 你要这样知道 OK 此时 日夜灯明 日夜灯明佛 那个如来就是佛嘛 从每一间 每一间白毫中 上放光明 照到东方万八间佛土 无不周遍 83页 就如同我们今日首见 那当时就像 日夜灯明佛 那当时 那当时 他现在文殊菩萨 你看到的时候 他在那当时 追随日夜灯明佛啊 那当时 他看到 日夜灯明佛 也是这样 如同我们今日首见 那现在我们就佛 现在的佛是摄脚佛祖喔 摄脚佛祖 也是这样 放光 叫我们去看 都是一样 而这诸佛世界的种种类像 是一样的 换句话 世尊 跟日夜灯明佛 所放光 所照到的情景 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人文殊菩萨 是朝方 他对那个佛的时候 他也这样看到 他现在是来对文 对 但是你要知道喔 他只有这个是已经到达 那是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 一个造假食堂的人 他都买不记 他都有办法 那我们会记得不 我们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看头上 看很老惊 跟你说 天线下 那是佛祖 你看的境界 不是我们环夫 你不是说 他在黑白说什么 那个是因为 你没有到那种境界去 因为佛在看他的 他的境界是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看的就是有个体的 我们只能看这样 你在厉害的法师 大概会看到五行 有些东西他看得到 你并没有办法 那些东西有些 他不显现天 你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弄清楚 那个鬼里面 所以的话 世尊跟日夜灯明佛所 幻光所照的情景 是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那只因为现在的文书 他以前是妙光 他现在怎样会出现了 在陶方英文 因为以前生 因为妙光 他就是法身 所以他前面看的 跟现在看的 能够联系下来 所以有办法这样 有办法这样 有办法这样 前面看的 现在可以这样说 这就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走究竟的向度 您一下可能 等一下结论的时候 你可能今天会搞得很忙 有一个是历史的面向 一个是究竟的面向 两种面向是不相同的 过来 弥勒啊 您应当知道 那个时候 会场当中 也有两百万的菩萨 二十亿 就是两百万的菩萨 都渴望听佛说法 这些菩萨们见到 如来由梅间 这个梅间 白好见幻光明 普遍照耀诸佛国土 得见不曾有过的奇迹 想要了解这幻光是什么因缘 这是光陶邦 日月灯明火的时候 过来 你看 当时有一位菩萨 叫做妙光 现在就 现在要说妙光 那个事情 妙光就是 他是文书的前身 他有八百个地址 这个时候 日月灯明火 从禅定起来 他为了妙光法师 而说大圣经 名字就叫做 妙法莲华经 教导菩萨的法门 也是诸佛所自守正德 八十三页 这个地方 你上面的话 你那个 黑字的第二行 第二行 名妙法莲华 佳菩萨佛所互念 妙法莲华经 也可以讲 他的经名就是这样 也可以讲前头 妙法莲华经 就是前面的名字 如果把妙法莲华 佳菩萨佛所互念 当作是佛华经的名字 也可以 立向来的话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妙法莲华经 可以有那个 你也讲妙法莲华经 因为有人在欢迎的时候 叫正法华 有人叫天平法华 整个在这 那个是命名 整个在这 取向 看看在哪个地方 共同所谓关注者 日月灯明火 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六十小节 只有公汉故 不理法座 所以我们的智者大师 在讲一个妙法莲华经 讲一个庙 就是九旋说妙 九旋谈妙 九旋的多久 九旋的三个月 九旋 九旋谈妙 九旋三旋一个月 九旋谈妙 那就是 说一个庙子 说三个位 哦 我们这里很有时间 这样 庙子 廟多年 现在说一个庙子 说三个位 那就讲得很详细 当时以会的听众 也同坐在一处 也经过六十脚 大家都身心不动 因专心 听我说法 无瑕 无瑕他顾 这是漫长的学习时间 漫长的学习 进入午 吃一餐饭 很快的流逝 六十小节 好像吃一餐饭 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时听我说法的大众 没有人感到身体疲倦 也没有心生借怠的人 竹道生这样讲 你看这竹道生是很有名的 那个 道生法师 妙光有八百地址 所以出八百地址 翻过来 八百地址的 玉民迷勒 徽为当今 咨询于文书 其实他在习 已成失授 今后推问者 明必当于 他以前也有 现在也有 但是他恢复没有那么快 文书 恢复的 文书是没有忘思 因为他那个 妙光他没有忘思 以 弥勒的前身 就是囚民 他中间有忘掉了 然后的话 日月灯明火 以六十小节 知之不见的禅说 妙瓦华经 妙瓦华经 随即以诸焕天王 魔王出家的沙门 借修进行的那个 婆罗门 以及天神 跟羽慧的人 好斗的阿修罗等大众中 做这样的宣言 我决定于 今日半夜十分 将入无疑涅槃 无疑涅槃 无疑涅槃的 究竟涅槃 你看看 他现在说 六十小节 他现在要涅槃 他现在要涅槃去了 当时有一位很精进 因为这个 日月灯明火要受祭 所以要受祭的 不是只有菩萨 一定是很精进的菩萨 这个菩萨叫做德藏 日月灯明火即为他受祭 并且告诉 因为佛 一佛过去 因为佛佛道童 那佛佛就相聚 告诉比丘们 这位德藏菩萨 既我灭度之后 即将成佛 德号为近身 为如来应共正片之者 这只有三个号 本来一般都是十号 这个地方 这个三个号就是什么 你看上面的 多陀阿杰度 阿罗赫三秒三佛多 短的话 别的经如果短的话 就只有这三句 长的话就是那十句 短的话就是在 在意佛经的时候 通都这样 短的话就是上面 你要看 多陀阿杰度 阿罗赫三秒三佛多 意下来的话就是如来 多陀阿杰度就是如来 阿罗赫的话就应共 三秒三佛多的话正片之 有的时候是一重仁称 有的重仁称 有的重仁称 ok 这三个 过来这段 因为长行文就这个 然后就会 走 走那个 再重颂这样 佛为德藏菩萨受祭 便于当日半夜 他就入无 就是这样冬去 入无一的涅槃 日夜灯明火灭度 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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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他就是奉持 妙法联法金 长达八十小节 唯众人 演说这部金 大力弘扬 不曾操作 换句话讲 以讲授 法华为他的执事 以弘扬 法华为他的 首物 你看这个 妙光法师 有经过八十小节 都在讲法华金 都在讲法华金 在弘扬法华金 日夜灯明火未出家前 这个是讲妙光 日夜灯明火未出家前 他首生的八位王子 都以妙光法师 因为日夜灯明火是妙光法师的 当时他传说他法华金 然后日夜灯明火自己首生的八王子 这个八王子 然后都以妙光法师为师 如果是讲辈分的话 他们是同辈 但是他拜妙光法师为师 妙光法师叫他这八位王子 兼顾他们的普利心 这八位王子继续供养百千万亿 多的无法祭的佛后 都成就 都能够成就活到 其中 最后一尊成活的 叫做兰灯 就是兰典分 你看兰灯火就传给释迦牟尼佛 他在讲这个在讲什么 究竟的那个 不是就写时间像度 在讲究竟的像度 然后 你看 你会以为 下面的黑字 你会以为 八百地子中 有一人 号约囚明 你会以为 这个地方 要怎么欢迎 这个是妙光法 妙光菩萨 教导 不是蓝灯也不是谁 也不是叶灯明火 是妙光菩萨 教导的八百位地子 有一个人叫做囚明 你这个地方你要配额多少看呢 配额九十四页 你换到九十四页 九十四页 九十四页 九十四页的第二段的黑字 四妙光法师 有没有 四妙光法师 十有一地子 然后的话 心肠怀懈怠 贪酌以名利 这贪酌以名利 这就讲那个 就讲丘明 丘明菩萨 讲明月菩萨的前身 所以的话 这边刚刚的 它是配额前面 因为这记子 讲的比前面的常情文清楚 我本来第一版的时候 把那个 就这个八百地子 接着上一段的 蓝灯的下面 那这八百地子 会变成蓝灯交的 不对 不是这样 它是另外一段的起头 所以的话 这八百地子是 妙光菩萨 教导的八百地子 所以你读的时候 因为这是有分段的 你去读那个常情 读那个经文 它是没有分段 它就是蓝灯 明蓝灯 八百地子中 它就这样下来 严格讲 它又是一个起头 你这一定要弄清楚 妙光 所以你从 九十四页跟八十五页 这样对 你才不会换错 哪个人的 教八百地子 你才不会弄错 那个妙光菩萨 教导的八百地子中 有一人好叫囚民 贪着名文利养 虽然他也曾读诵 众多的精简 但无法通达流利 甚而的话 经常忘失 所以人家都称他为囚民 但是这位囚民 也培植了很多种种的善根的缘故 使他能够得益很多千百千万亿 多得无法算计的佛 并且都能够对这些 这些公敬 对他们公敬公养 尊重赞叹 这就跑出一个囚民 一块的 妙光 妙光教导囚囚民 这段是在这个地方 上阶八百地子中 有一人好曰囚民 因本节第二段 使有菩萨名曰妙光 有八百地子 又第九节的地子中 是妙光法师 使有一地子 好之为囚民 故囚民成为妙光的地子 妙光菩萨的地子 你要看出这中间的那个 你转职在哪个地方 你要把它弄清楚 下面文书菩萨总结这样说 弥勒啊你应当知道 那时候的妙光菩萨 奇异仁乎啊 那个 他就是我文书的前身 妙光菩萨就是我文书菩萨 我的简心 我以前的那个 至于那个时候的囚民菩萨 就是你的前身 今日见到这等类像的话 与日月灯明佛所现的那个类像 是没有差异的 现在是释迦佛 因此我就这样的思维蠢度 今天释迦摩尼佛将说大圣经 今明也就是妙法连华 教导菩萨的法门 然后也是 也是诸佛自守正德 共同守护的 共同守护的 那下面的话就是一个 赞叹诸佛 我们上次稍微有提一下 本节经文 公养公敬尊重赞叹诸佛 佛是正德究竟菩提的圣者 无需我们去赞叹他 你一个八风吹不动 那佛当然也是吹不动的 那个你看 那个苏东坡他说八风吹不动 他自称八风吹不动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他是说他自比跟佛一样 自比跟佛一样 所以佛也不需要我们去赞叹的 但赞颂诸佛的时候 让我们接触到佛的特质 我们赞叹佛 就让我们接到佛的特质 赞美佛的伟大的智慧 跟见解的时候 也促及存在于自己的阿赖约士里面 德行种子 你要赞叹人家 你自己的德行种子才能够出来 你不要一天到 你嫉妒看那个东西 你赞叹你自己的德行 你好的德行才能够生出来 才能够因为见贤士气 那你就要见贤士气 就表达你 所以你赞叹人家 不是嫉妒人家 所以你在心田里面 深藏的那个德行种子才能够生出来 我们透过修行 来浇灌良善的种子 让它名牙 让它茁壮 所以那个赞叹诸佛 不是只有 不是是虔诚而已 更是智慧跟能量的修行 帮助自己接触内在朋友的佛性 整个赞叹把自己心态 因为赞叹的话就是 赞叹就是人必须 一定很习你才赞叹他 你自己的话 你自己无形中 你内在的佛性就这样 上节经营正德就自己念 菩提的圣者 如来有 如来应供正面这十个 十个号 每一个德号的特质 都是令人重养的 有志虚欧的人 都应该深切去体会 赞叹诸佛 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行之一 普贤菩萨的法门里面 有一个赞叹诸佛 我们应当效法普贤菩萨 身体力行 现在常行都讲完 现在开始要讲祭祀 公祭祀 祭祀再跑一遍 再跑一遍 下面的话就 八十八页 我们这黑字部分的话 就可以不用读 黑字 但黑字的地方 因为祭送 黑字的第一行第三句 无数益菩萨 你不要被那个益子绑住 那个是虚子 因为祭中一定要五个字 就是无数的菩萨 不是一定益 他就是形容很多 他这个地方用益子 来给他形容 每段的话也四行 有的不一定 这个时候 文殊菩萨于法会大众中 想要再次宣扬前接义礼 而以继止这样说 我回想过去在无量节前 有位受世人最尊崇的佛 叫做日夜灯明 就是文殊菩萨那句 他演说佛法度无量众生 及无数的菩萨 接令进入佛的智慧 日夜灯明佛未出家的时候 他所生的八王子 见日夜灯明佛出家 正得无上菩提 那都舍弃于荣华 一同追随其父亲修行犯行 你看日夜灯明佛的八个孩子 八王子都去追随日夜灯明佛 但是的话 这八王子后来也是 也是那个 就是都是那个妙光菩萨所教导 下面 当时日夜灯明佛说大圣经 金明的话叫做无量义 于各种大众中的话 而为身广详尽的分别解说 日夜灯明佛说 你上上面的那个 这个季子 如果给你 你像我很多字佛的话 佛的话因为有十个号 十个号在排季子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 他不会直接写佛名 所以我上次跟上节跟各位讲 那个我一次到 到那个河域去 河域去的话 他给拿 因为他在忙 先我这个帮他看一本那个 那个仁杰经的那个翻译 那仁杰经的翻译就是 他当时用佛的名称 佛的名称就是很多 你看你看这个地方 第三行 黑字的第三行 最尾巴 供养人中尊 供养 那就是供养佛 佛的名字很 有的时候很长一句话 那都是 欢迎回来就是一个佛 你如果不会十号 你没有熟的时候 因为做记者 他为了配合他的记者 所以他有的时候 变成很长很长 你以为很多东西 没有 那就是一个佛字 因为他写佛字的时候 他字数没有办法到达 那个七个字 所以他就尽量的 把它弄那串串串串 一起 事实上就是一个佛字而已 所以你看 供养人中尊 就是供养佛 你要这样 你才有办法去读记者 那我这样 如果一句一句 跟各位讲的话 就时间 你严格讲也可以进步 但时间是要很长的 是要很长的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 日月灯明佛 就是那个 说无量 无量益经后 即一法座上 把双脚互叠起来盘坐 进入无量益处的禅定 身心极燃不动 这个时候 天上降下白莲花 天谷不及自然而明 各种天神 龙神 鬼神等 都恭敬供养 日夜灯明佛 十方一切诸佛国土 即使起了很大的震动 而佛的话 每一间白豪的暂幻光明 有许多奇妙的事 这都是 这叫崇颂 前面常行文都说过的 都说过的 现在的话 再把它说一遍 再把它说一遍 这个看八十九月的白字 这事实上可以分五段 分五段 火手放的白豪相光 偏照东方 一万八千多国土 跟前面一样 显示台湾国土的一切终生 生死夜暴之处 这就是第一段 第一段到这个 第一个句子到这个地方 下面第二个句子 又见许多 我当时可能节省编五 没有把 上面的话有句子 下面的 因为它可以联系下来 所以就没有把它一个一个分段 这是第一个句子到这个地方 下面的话是第二个句子 又见许多佛土 以众多珍宝庄严 呈现流离玻璃的金银色泽 此介于佛光所照见 这是第二个句子 第三个句子是 即见许多天人 龙神 夜叉 前踏婆 吉纳罗等 各个都恭敬 供养他们的佛 这是第三个句子 下面是第四个句子 又看见许多的如来 又见许多的如来 自然成就佛道 深色如金山辉煌 端正庄严十分微妙 有如清净流离 内宗首线真金像 下面是第五个句子 世尊在大众中 开眼神庙的佛法义礼 每一个佛土都有无数的僧文众 前面不是 你看前面的句子是只有 一二三四五行 但是第四个句子 第四个句子是六句 第四个句子 意识的话要六个 内宪真金像 然后第五个句子 要从世尊在大众中 这个地方开始 它只有四句 因为破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它没有意义 就没有办法 可以破得完完整整 然后下面的话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下面是四个半 这一节的最尾巴 最尾巴 因活光手造的缘由 都可看见他土的众生 那不是有本土六类吗 竟然是看他土六类 他土的众生 或有比丘在山林中 修行精进不屑 原始禁戒 犹如守护明珠般 戒胜恐惧 这是第一个 又见众多的菩萨 力行不失忍辱等 其数量有如横而沙 此皆由活光手造见 第二个句子 又见众多的菩萨 深入于禅定 身心极然不动 以求成就无善活到 又看见众多的菩萨 了至诸法的极灭下 各自于他们的国土 说法立身 以求成就无善活到 这个句子比常行文详细 但是是从颂 前面都讲过 前面都讲过 翻过来 翻过来就最尾巴 这个时候 比丘比丘尼等四众 看见日月灯明火 显现大神通力 他们内心都欢喜踊跃 各个都自己寻思 或互相询问 火为什么 晃光 线瑞是什么因缘 所以迷热就是代替 来启问 下面第九节 第九节的地方 教证 请你看一下 教证 因为这样的话等于 法华虽然有三亿 严格讲是第三亿 就是把别人的多加一点点 然后改一些字 因为这个地方带一次 下次你自己看看 如果要带 我再看暗影像的话 就知道妙娃娃 到底是跟 妙娃娃跟天秤妙娃娃娃 有什么不同 这个妙娃娃跟天秤妙娃娃娃 对看 天秤妙娃娃就是天秤妙 他是加一个妙娃连娃金 加一个天秤两个字 天秤的增加一个品 本节经文不同 总之你把这两个经文 对照来看 所以我们要看很多 这三个经文 这三个译本 这叫做 这叫做会议 你把两个经文这样看 这叫读经里面的 一个会议的方法 第一节 第一节里面 这个叫做 一个是目间连 这个是提手旁的是读 目间连 天秤意为目前连 那个钱跟 这两个字都是钱 目前连 天秤意为目前连 如果 两个都是钱 如果是 那个深处旁 就是读间 你知道吗 深处旁要写吗 深处旁就读 那个翻译字 目间连跟目前连 你如果像这样 深处旁 那就是目间连 如果像提手旁 就是目前连 这两个你看 他像这些钱 跟那个干也是读 有的时候乾坤 所以两个字 用字不同 天秤跟妙娃娃娃的话 只有用字不同 严格讲是 目前连 两个都是一样的 只是他 用一个是乾坤的钱 一个是用提手旁 比较少见的钱 那一样 那 欧波罗伦王 天秤把他译为什么呢 欧波罗伦王 这名声上 他把他 那个 范文 他认为那个比较接近范文 他指这样的话 是相同的 第二节 第一节只有这个不同 其他都相同 第二节有什么不同 第二节 人非人 天秤把他译为 人非人等 加一个等字 阿加尼诈天 就是最高的 那天秤译为 阿加尼诈天 那个字 名称 这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意识不同 那三四节没有不同 第五节的话 霍见菩萨 观诸法性 天秤把他译为 右见菩萨 观诸法性 他是一个是 或见 他是右见 那个诸焦路曼 天秤把他译为 诸焦路曼 曼 曼呢 一个是金字旁的曼 一个是狮字旁的曼 你要两边都知道 他的法师的话 他译经的时候 在做什么 他是在修正 认为他们在修正 然后添加 法华经里面 他把妙娃娃 他给他添加东西 第六节 二十 天秤把他译为 四十 第七名想意 天秤把他译为 第七名 七名七名 他用相意 然后人非人 他也是人非人 等跟前面一样 第八节 有见诸佛土 以众宝庄严 流里玻璃色 私有佛光照 天秤把他译为 又见诸佛土 他是有见诸佛土 他是又见诸佛土 那个以众宝庄严 以众宝庄严 以众宝庄严 流里玻璃色 他是 流里玻璃 玻璃 玻璃两个字 写不同 然后私有佛光照 私有佛光照 相同 所以这样一节读下去 你下一节的话 去看 整个里面 一下你就可以读两本的 你不但读妙华莲华经 还读天秤妙华莲华经 你才知道 到底后来读的法华经里面 哪个字 后面人家 你如果既然 既然你是送妙华莲华经 你看这样的 夾的是带一边去夾 因为世人的话 都是贪多物德 戏大不坚 老是认为 别人不积极 自己可以的 就这个地方给他加一点 那个地方给他加一点 倒加到整个里面 你既然讲是 罗斯瓦斯的妙华莲华经 人家要忠于他的那个东西 你要加的 你要在这后人加的 你要把它弄清楚 ok 你这本的话 你就是慢慢去看 慢慢去看 现在的法华经里面 在读在哪个地方 ok 就这样可以咯 接着看九十一页 九十一页 你看第十一个 第十一个 仙就长寿不死行者 长寿不死行者 身闻菩萨等一名仙 活于宗最尊 顾名大仙 所以的话 我们刚刚不是活有十号吗 所以你在别的经里面 活有生大仙 变成活的第十一个号 活是大仙 ok你按过来 你这就 其他的话都是没有关系 好 那过来 又剂子还没有讲完 现在就讲剂子 这个剂子里面 今天呢 请看第九十二页 九十二页 九十二页的话 八句一个句子 八句的话一个完整句子 本来四句就一个句子 八个句子才完整 所以你看那个后面的话句号 都八个句子 第一个 天上人间所共同尊养的佛 你看 天人所奉尊 你看 因为他可以所奉佛 他用尊 天上人间所共同 共同 供奉尊敬的佛 刚好从三昧 就是日月灯明佛 刚好从三昧正令中起来 他赞叹妙光菩萨说 你为世间人天的眼睛 受一切众生所归依信仰 善能奉持如来的法杖 如我所作一切诸法 唯有你能够持证解义 他现在就那个妙光 日月灯明佛在赞叹那个妙光 他赞叹他的土地 日月灯明佛于赞叹妙光 令妙光欢喜后 他就演说法华经 长达六十小节不理法座 所说无上妙法 妙光法师都能够受职 他现在就这样传谎 因为妙光法师就是文书菩萨 所以文书菩萨他会说他讲什么经 他都能够受职 过来 下面就记得 93 月 日灯明佛说法华经 令在座的弟子大家都心悦欢喜 就在法会圆满的当日 普告天人等众生 一切诸法的实相生意的话 已经为你们解释清楚了 完毕的解释清楚了 我绝境在今日半夜的 或时日呢 将入无一一的就近涅槃 你们应该一心精进 远离放映 当日诸佛难逢 一节时间 偶然于逸 日月灯明佛的弟子们 文佛即将入涅槃 各个都满怀悲欺苦恼 心想活路灭 怎么是这样迅速呢 下面的话 下面你看哦 先看黑字 圣主法之王 对不对 是五个字 实际上 圣主法之王的话 因为他这没有办法 因为他下面一句 安慰无量众 圣主法之王的话 译一个字就是佛 圣主也是佛 法之王也是佛 整个人佛佛 就是佛之人 所以 所以你要 你看记者的时候 有很麻烦的地方 所以有的人 常常欢迎的那个记者 他尤其要把大藏经 要关回来的时候 他断若没有办法 断就是在这个地方 圣主法之王 他一定是开头 他一定是说佛 他是一个佛 他欢迎的话就是佛 即将入灭的圣主法王 也就是佛 他安慰 他安慰无量的大众 我若灭度的时候 你们不要忧伤 将进步 这位德藏菩萨 对于无垢清净的十相理体 以高代 不是授祭给无相德藏菩萨 心里已经通畅了达 既我灭度之后 即将成佛 德昊的话 德昊为近身 也将度化无量的众生 日夜灯明火下面一段 日夜灯明火 于子夜灭度 然后如心才烧尽 形容他 心才烧尽 火焰自然消灭 因为他就 把火设立分布到各地 而见己无量 无数的塔 来供 见己无量塔式 来供养 以求你们 其数量如横而沙 那么多 更加加倍的精进 以求成就 活得无善活到 然后 这位 这位受佛赞叹 父主的妙光菩萨 前面不是那个 活在赞叹 那个妙光菩萨吗 这个 受他受到父主 然后 占妙光 善人奉子如来的法杖 以八十小跌宗 广大鲜阳法阿金 所以他以弘阳法为他的直字 弘阳法华为他的一生一生的事业 好 过来 小木鱼 快了 这中间 你看九二四页的黑字 黑字的第三行的最头 你看 最后天中天 也就是最后佛 最后一尊佛 最后天中天也是佛 所以你读记者的时候 有很多 扩充出去的东西 你要能够看得懂 不然的话 你会被他绑住 被他绑住 上面严格讲的话 有一个随顺行大道 下面一行的话 道主也有随顺行大道 是一样的 那没有关系 看九二四页的第一段 日夜灯明佛所生的八王子 都以妙光 你看妙光是日夜灯明佛的得益门生 但是日夜灯明佛所生的八王子 都以妙光为老师 都以妙光为老师 都以妙光为师 妙光菩萨开导教化八王子 坚持固守无上道 自然清净无数的佛 供敬供养无数的佛 依从诸佛力行大道 积功累得 然后相继就成佛 斩斩依次而补 补寿既别 那个别有的时候 会夹草字旁 那没有关系 最后一位成佛的人 就是为人天守 最尊敬的 德奥叫做 这八尊佛里面 最末就是蓝灯佛 是众仙的导师 五度无量的众生 脱离生死的古寒 因为下面有讲到 释迦摩尼佛 跟蓝灯佛有关系的 这位妙光法师 倒数第三段 这位妙光法师 当时所有的弟子中 有一位心肠怀懈怠 懈怠 也贪着于名闻力养 求名求利 无有止焉 常游走于豪族 大姓的家族 对手学习以念诵的经典 光慧望思 不能通达流利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的话 人家都给他起个名字 叫做求名 但也因为他 但他因为奉行种种的 种种的善业的缘故 他虽然的话就是喜欢 求大姓族 就是一款的豪族去交友 但是他有 还做种种的善业 能够执欲无数的活 他也亲近无数的活 能够供进供养诸佛 依从诸佛 力行大道 渐渐俱足六波密 到了现在 就能够得见释迦摩尼佛 释迦士尊 即将即释释迦士尊 之后生活 名号为迷勒 广大度化众生 其数无量无边 求名的厚生 就是迷勒 虽然他喜欢到族信家 他都交代这些有 都是大粒 都会上成社会 他到处去喜欢这样 到处这样游走那些 但是他还是做了 非常的善业 善业的话 因为既善业 后来的话 他也就变成 今天的 他能够去见到释迦佛 然后变成 迷勒菩萨 变成迷勒菩萨 变成迷勒菩萨 接他的位置 下面倒数第二段 文殊菩萨总结这样说 日夜灯明火灭度后 那位心怀懈怠 攀着名利者 就是你迷勒的前身 前面的话就是求名 求名菩萨 后面的话就是迷勒 那个就是你迷勒菩萨的前身 至于廟 我们一直讲那个日夜灯明火的 把他的八王子 受托给那个妙光 妙光法师 那位妙光法师 就是我文殊的前身 文殊菩萨以自己现身来说法 我见日夜灯明火 因为在日夜灯明火的时候 我是追随日夜灯明火 现在我在释迦佛的尊前 所以我见日夜灯明火 因本幻光线怒 那当时日夜灯明火 是用幻光线怒 它是在场的 它是在场的 而有演说法华经 如此之果 所以知道 现在释迦摩尼佛 它也是幻光线怒 是完全相同的 它也应该预说法华经 一说法华经 今日见到这等类像 与日夜灯明火 本来首限的类像 是没有差异的 然放光线怒 是诸我方便施教 今日释迦摩尼佛所放光明 乃在帮助启发我们本有 本来就具有的实相之意 最后 文殊菩萨 语众心常将说 现在法会大众应当知道 文化的大好时机即将来到 大家应该合掌恭敬 一心等待 释迦摩尼佛当师大法语 充分满足大家求道的 那个真心求道者 不论求生文圣 下最后一个句子 不论求生文圣 你还是求圆绝圣 求菩萨圣 他前面给他分三个 求三正人 假若有任何疑念 或悔恨的人 释迦摩尼佛当为你们消除断灭 使你们的疑悔 气静 不留一点余姬 藏行文这段 这一节就到这个地方 那下面的那个声论 那个不敬则对 本节寺庙观法师 十有一弟子 心怀心肠怀懈怠 贪酌于民力 求民力无厌 多由族信 多由族信家 舍弃首席宋 废望普通力 以示姻缘故 好之为求民 今见似狮子 其后当作佛 好民曰弥勒 就是那个求民跟弥勒是同一个人 前面的话 他是跟着妙观法师的时候 他的那个是求民 现在的话 跟着释迦摩尼佛的时候是弥勒 这段经文 述说弥勒菩萨的前身是求民 成是妙观法师的弟子 在遇到释迦摩尼佛后 成了补卫佛 表面平淡无奇 那你仔细推就 妙观菩萨叫做八王子 南灯火为其中一位 但是 择求民跟南灯火 南灯火是当时的 那个妙观菩萨叫八王子其中的一位 那求民当时也是 求民与南灯火同师妙观 那这样的话 你看看 南灯火为释迦摩尼佛的售祭师 以此溯源的话 求民其不也成为释迦摩尼佛的师辈 你这样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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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文章你要这样去看喔 八王子的时候 他擺是最後一名裡面 那個東西 釋迦牟尼佛的藍燈窩 因為藍燈窩是八王子的最後一位 其中的一位 求名的時候陳師妙光 妙光的話 整個裡面他是當時的藍燈在上面的 你這樣去看這些東西 這是第一個結論 再看第二個 再觀第九章 在後面還沒有到的第二節 釋迦牟尼佛為阿難受祭後這樣說 因為他後面會有壽祭 他會講我與阿難 等於空亡活守 在空亡的時候很早一尊活 同時花阿那多羅三秒三補迪心 阿難的話就長樂多聞 我長情精進 所以的話我已成就阿那多羅三秒三補迪 而阿難的話 護持我法 也護持 阿難長情精進 我說 那個 我長情精進 世故我也得阿諾多三秒 而阿難 護持我法 阿難其部也成為 釋迦牟尼佛的同裁 你這樣長長 你塗這個東西 這是一段跟你歸納 所以我們平常這樣講 不盡則退 修活的歷程 通為陸地以上的菩薩 剛剛我跟妳講可以不退轉 或為八地以上 比較嚴的是八地以上 才得不退轉 不管你是陸地或是八地 你上街二者都很明顯地告訴我們 修活必須靠自己 沒有靠別人的 然後沒有辦法依賴他人 而且唯有精進 沒有別的途徑 不進則對 絲毫馬虎不得 第一品 然後就跟各位 接著我要跟各位談 你比較難的東西喔 第一品 這一品的話 這一品的目的 是讓我們所有學習人 所有修活的人 在心理上 在精神上要做好準備 以經文集為重要的教法 就妙瓦蓮瓦經 因為要開這部經 因為理解此經的要義的話 在歷史 歷史的面向上 你要去 歷史的 我們今天集合在這個地方 都是面對的歷史的面向 歷史的面向上 其實用這樣 我們同時 我們必須要對的呢 是究竟的面向 也就是究竟的 面向跟向度 現在要講兩個東西 你一定要弄清楚 這有點難喔 歷史的向度 這個叫做面向 也叫做向度 歷史的向度 也就是歷史的面向 還有一個 究竟的面向 跟究竟的向度 兩位 我們這個 我們都生存在這條 你等一下注意聽喔 我們都生存在這條 這條我們老是把它 但其實我是這條 我們都生活在歷史的向 歷史的向 我們這一生 就是我們一季其的生命 這就講我們一季其的生命 也就這樣 所以釋迦摩尼歐世界 馬其一季其的生命 在這個地方 生活在歷史的面向裡面 歷史的向度裡面 但是呢 一定要回歸到 究竟的向度去 究竟的向度去 在歷史的面向 或向度中 大吉他這樣 必須要面對 那個究竟的向度 在過去的宇宙世界中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空間 一直是這樣 日夜登明活 他曾經講 他曾經講過 就是跟你講 他兩萬尊活 到了時候 他一直都在講法華經 因此 此時所發生的奇蹟 只不過是重演 另外一個向度 另外一個 超越一般時空的 認知的向度 那就是出現過的 某個世界 因為以前出現過 現在也在出現 出現過 結果 就歷史的向度來講 釋迦牟尼活 是今天 他在佛地蓋亞 他曾道了 他在為世人說法 從這個角度來看 活說法四十年 直到晚年 才講法華經 但以究竟的向度來說的話 釋迦牟尼活 和日夜登明活是 是一非二 是一非二 在此向度中 佛陀並沒有一刻停止 在講華華經 所以序品開啟兩個門 第一扇門 就是歷史之門 就是基門 序品第一個 他第一個 就開啟第一扇門 叫歷史之門 這就是我們 一期期生命 一期生命中的 經歷的事件 跟守之守見 第二扇門 是超越時空的 究竟十項之門 第二扇門 是開啟 我們超越時空的 究竟十項之門 每一件事 包括所有的 包括所有的那個現象 都射到這兩個 都射到這兩個兩個向度 當我們看著海上 海上的話 你看那個波浪 一個一個 前浪 後浪推前浪 我們看到海浪的形狀 確定它的時空地位 以歷史的像度來看的話 有很多的特質可以歸納跟這個 海浪跟那個水 海浪就是 海浪就是 是什麼 海浪就是歷史的面向 那個水就是究竟的面向 海浪再怎麼變的話 它都是歸到水裡面去 所以它似乎有的 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 它是有開始 有結束 有深 有滅 有高 有低 有可長 有可短 有深滅 高低始終來去有無 這觀念都適用在歷史像度的一道海浪 都是海浪不是海 都是浪 我們也受制於這些觀念 從歷史的像度來看的話 可看到自己 我們受制於什麼 受制於有跟無 我們出生到終將死亡 我們有開始也有結束 我們來自某處也要歸到某個地方去 這就是歷史的像度 我們都是走歷史的像度 我們有生就有死 有來就有去 這都是歷史的像度 歷史的面向 歷史的像度 每個人都屬於這個像度 釋迦摩尼佛也有其歷史的像度 所以的話 它是人類 他出生在加皮羅衛國 他死在梭羅那個雙樹的地方 在八十年的生命中 他教授過活法 這是歷史的像度 歷史的面向 但是他不是究竟的面向 然而一切眾生跟萬物 也同歸屬於究竟的像度 究竟的像度 究竟的像度就是不生不滅 不受之於時空 不受之於生滅 不受於來去等觀念的那個實相的像度 也就是究竟的像度 一陣海浪就是一陣海浪 那海浪過去 終歸就是水 歷史的像度走 就要走到整個那個 但是 海浪的話就是一陣海浪 但同時它也是水 海浪不是要消失之後 然後它才變成水 不是 海浪本身就是水的一種變化 不是要海浪消失然後才變成水 它是水的一種變化而已 當它下來它就是水 我們不從有無來去的角度來談論水 水永遠是水 為了要談一陣海浪 我們需要這些觀念 海浪出現然後消失 它來自某處 它去的某處 就好像我們生我們死 但是我們究竟在哪個地方 海浪有開始有結束 它有高有低 比起其他海浪更美 或者更略順一籌 這陣海浪受至於生跟滅 這些差異沒有一向 適用於究竟相度的那個水 事實上你無法區隔這道海浪 跟它的究竟相度 因為海浪終歸還是 它是用水的 即使我們習慣從歷史相度來看 觀看一切 但是我們仍可觸及究竟的相度 因此我們修行的時候 就要變得像海浪 就要變得像一道海浪 在歷史的相度中 我們要度過海浪的一生 同時理解自己就是水 自己就是水 而過著水的生活 有沒有辦法 從歷史中 我們要過著水的生活 這些修行的根本要素 因為你若知道自己的本性不來不去 非有非無 不生不滅 就會無所畏懼 而且能夠安住於究竟的相度 就是涅槃當下 我們不必然要死亡才達到涅槃 當安住於自己的真實本性的時候 就以安住於涅槃 換句話講 細品中給我們兩個相度 一個釋迦摩尼佛 正是日夜登明佛 也正是從無始以來 以不同形體 出生在這個宇宙世間中 教授活法的諸佛 所以是活活道童 波浪跟水的話 一個是它的變化底 波浪 並不是波浪沒有的才是水 所以的話 三次諸佛是沒有分別的 而且你不盡則退 那這個是一個很嚴酷的東西 不盡則退 除了你自己 除了你自己呢 是說你自己已經到八地 如果你沒有到八地 還是那個 所以要很精進 所以要非常精進 尤其還沒有陸地之前 我們一直跟各位講 陸聖流是我們的一個共同目標 進選活場 以把陸聖流當作這個 但是你陸聖流的話 你一個難處在哪個地方 陸聖流在修活教來講的話 因為陸聖流大體上是就不入輪迴 不入輪迴你有很多的困難 你沒有辦法可以渡 整個裡面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最低的 我上次有談過 你如果陸聖流你有困難 你最好 那你就是再低下一個 人天善你一定要修 人天善的話 天有於天神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那些 那些嚴格講 很多都是鬼 但是鬼的話 你尊稱他鬼 因為那個是 佛魔是不二 鬼也是一樣 那勢力的話 你不能去排斥他 你不能去排斥他 所以整個裡面 是一定要兩個相度 一定要那個 所以在細品中 也揭露兩個 一個 釋迦摩尼佛正式日夜登明佛 也就是 也是無時以來 以不同形體 出現於其他世界中 教授佛華者 佛華者 整個裡面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打算接你 因為後面會給你一個劑子 會給你一個劑子 你這樣的話 大理這一筆 你用這樣會比較簡單 你今天就進入一個劑子相處 跟究竟相處 你看他這邊 你看他這邊 你現在是 他以為聖迦摩尼佛的時候 今天來幫助他的人 這個十四尊的時候 這個人外就是 變成文書的 這個變成餘餌 這個變成餘餌 因為他是七佛之師 所以這個佛裡面 這個他都進入過 所以由他來講 十四尊 所以他因為這尊佛 他曾經 他曾經已經 教授七佛 所以這個佛佛他都恨過 所以由他來講 因為他在這個時候 他看過他的文化 所以這個時候 他跟他兩個 視線是相同的 所以他講法話 他剛才講法話 所以他推進去講法話 OK 你還要按那麼多東西 你這樣的話 大以上你才能夠把這一張 這一張 這這麼多的東西 才把他整理 常識文 那些東西 他在這工作室以後 工作的名字 他在這工作室內 一整個按照 有廟方 還有八 你中間的話 你要再自己去掛 還有八 廟方的話 廟方他在獨立 你剩下八王子都吃他 然後他底下 有一根藍燈火 你這個關係 你要弄清楚 然後才能說 他底下八王子 裡面有一根是藍燈 藍燈又是這個的施物 第二根藍燈 你才能夠把這個陷入裡面 然後歸結到 那個你 嚴格講 那個烈燈燈 我兩萬尊火 你也可以把釋迦 那個弄的那個什麼 佛火是道成的 道成的 所以他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OK 你歷史相度跟究竟相度 我今天大概用念的跟你談 你一下也沒有 因為我到現在 我是沒有辦法用 看看我以後再有沒有辦法用 比較淺顯比較簡單的東西 來告訴你 告訴你 因為我們都活在歷史的相度中 我們現在看都是這樣看 沒有錯 但是你把真 因為我們這樣看就有生滅 我們沒有辦法讓人突破 我們現在我們從歷史角度看 就有來有去有生有滅 你從相度來看是沒有的 從究竟的那個角度是沒有的 所以受到一定境界 他對於生死的話 他是看脫了 他已經走到相度裡面去了 他沒有來去沒有什麼 生滅一如 OK 今天還是跑得很快的 跑得很快 那記者還不用做 因為記者 因為有三情法皇 還沒有講 那個記者這個時候 因為第一卷 花花有七卷 花花七卷 古人在讀花花經的時候 把它分成七卷 因為第一卷還沒有講完 所以現在還不能出現記者 他到第二章 那個方便餅的時候 跑了一半以後 然後記者在那個地方 那以前 以前 有的時候 讀古文 尤其在大藏經裡面 分卷的話 分卷的話 有的時候是有分的完整 有的時候是用不一定 因為竹檢有大有小有多 他竹檢的那個這樣 有的時候卷不是不是 不是截然畫得很清楚 不是截然畫得很清楚 好啦你做的也很辛苦 在整個裡面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有問題嗎 今天花花花已經開始 今天花花花已經開始 還不一樣 這就是續品了 這就是續品了 續品了 他現在是說 他要說花花金 是不是釋迦摩年 我就要講花花金 沒有 還要三勤法皇 三勤法皇 為什麼不能講花花 他有一定的道理在那個地方 慢慢那個地方 到了第二品的時候 那個就會可能 除了說我自己把它撬開 要不然那個會常常寫一版 因為那個很多男子 非常多的男子 一般出家人 碰到第二品的話 碰到那些 尤其是那個走獸裡面 那些太多的名詞 什麼 你常常 有這些字很難讀 什麼王良 什麼那些 那些會非常難 師妹王良 什麼那些 那都很難讀的字 都會 然後走獸裡面 那都形容 也都形容 讓你就是 很就是很恐怖 這個世間 是沒有那個東西 要你去處理 好啦 沒有問題就這樣 今天到這個地方 請問我們 我們請坐在這兒 的這個地方 謝謝 請坐在這兒 給你們 給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